我们再看这个立体 一个半径是R,大R 电导律,就是conductivity,是sigmaC 的均匀,材料均匀 各项有相同性的球体 就是homogeneous and isotropic 表面的电位保持在V0 cosnθ,就是跟这个θ有关 它周围介质的电导律 等于零,就是一个perfect dielectrics周围 现在要求空间 任意位置 R的电位 任意位置,比如说这个 R,距离R 跟Z轴加θ角 这个位置,它的电位 电场,以及它的电流密度 应该是电荷密度才对 好,现在我们来看 当电流已经 我看看 周围切知的电导律为零 那么我们说这个周围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电流 还有,是稳钛 那么diverging J等于零 还有 因为它是均匀的界电值 均匀的,球体是一个均匀的界值 它是这个 均匀的界值 所以它的diverging J等于零 就是J等于 这个 J是等于 SigmaC乘到的一 这个就是说 这个球体 这是球体里面 球体里面 界值 好,那么我们有 这个跟这个 关系 好,因为没有外加接电源 就是我们没有接这个 没有把这个接到电池上面 没有接到电池上面 它就不可能有什么呢 就不可能有这个 外加的电厂 没有外加的电厂 它就不会有这个 Current Density 不可能有Current Density 因为你要有外加电厂 它有正极负极 所以电流才会从正极流向负极 它现在不会有 不会有电流 有这个条件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用 Laplace equation 我们前面讲过 当这个是一个均匀的时候 这个等于零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导体里头 跟一般的界电值 跟一般的真空里头的 这个 Laplace equation 是一样的 那现在 我们就要把 Laplace equation 列出来了 那我们看 它给我们的条件 V的V0 只要θ是相同的地方 V就是相同 跟它周围的φ没有关系 所以 这个电位跟φ无关 所以它就是 Laplace equation 就是这两项 等于零 OK 那现在我们 知道 像这个式子 它的通解 就是这个 这我们以前讲过 通解 就是这个字 那现在我们就 要把通解里头 这个常数求出来 我们就用什么求呢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这个时候的边界条件 我们就看 看它的potential 但R 去无限远的话 R去无限远 那这个 不是R等于零 在这个球体里头 球体里头 R可以是零 但是R是零的时候 这个值就趋于无穷大 就使得这个电位 变成无限大 我们说过电位有个特性 就是它必须是 有限值 不可以无穷大 电位必须有连续性 因为它是无穷大 所以不合理 所以R可以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说 你这一项不合理 这一项不合理 我就令这个 不要这一项 就令这个 BL等于零 于是这个potential 函数就变成这样子的 只有第一项 我们再看在外面 在球外面 在球外面 在球面上 这个 球里头跟球外头 它有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上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字 是里头的这个字 我们说V 当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 是等于这个字 所以 右边这个 它就等于V0 Cosan Theta 比较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多项式 两边如果都是多项式 多项式相等的时候 它对应的系数要相当 那这个多项式 那这个多项式 Cosan Theta 就是P1 Cosan Theta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存 P1 L等于1的项存在 所有L 不等于1的项 都不存在 那就是说 所有不等于1的Al 都要等于0 A0也等于0 A2也等于0 A3也等于0 只有A1存在 所以这个式子 它就变成A1 R 这是1的话 就是Cosan Theta 等于V0 Cosan Theta 那这个就是A1 等于V0 Over R OK 好 电位函数 这个时候A1 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电位函数 你现在把它 带到这里去 只有1存在 别的不存在 所以 它就 等于 A1 R Cosan Theta 所以电位函数 就是这个字 电位函数 里头R Cosan Theta 根据我们的图 R Cosan Theta 它就等于Z了 Z 坐标Z 那么电场 等于电位的 T度的负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 取它的gradient 它就是负的Z Univector 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那这一微分就变成这个 所以电场是在 负Z的方向 负Z的方向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球里头呢 是Sigma C 乘上ERC它 ERC它是这个 球外头 因为Current Destit等于0 球外头 它的Sigma等于0 所以这个是0 因为这个是0 这个例题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一块 Conductivity是Sigma C的一个 导体平板 宽是D 厚是B 长是D 宽是B 厚是T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 挖一个小孔 半径是ETA ETA原小于D ETA比这个要小的很多很多 也小于B 也小于B 平板的两端 这一端保持V0 这一端保持负V0 球板上面 任意一点的电位 就这里 随便找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现在要求电位 那这个电位 怎么求呢 我们知道这个用 因为它没有告诉你这个电荷的分布 不能用电荷的分布来求电位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什么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电荷球电位 这都不能用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 因为它也没有外接电源 你看 没有接到电池上面 所以这个板 情况能够满足 Laplace Equation 所以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假定 我们先假定 没有孔 整个都是这个导体 这个时候 板上的这个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是圆着这个X的方向 圆着这个或者这个方向 所以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Diverging V 它现在只有 它只跟X有关系 只跟X有关系 因为你这边是负V 这边是正V 正V的话 你所有这个面 通通是正V 所以这个面 通通是负V 那在这个当中的V 会改变 所以它只跟X有关 那就是D平方V over dx 平方等于零 那这个式子 这很好积分 积分两次 就得V等于AX加B 我们现在要决定 A跟B的值是多少 我们现在是没有小孔的时候 V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 边界条件带进来 边界 在这里 它是V0 在这里 是负V0 负二分之第一的话 它是等于负V0 带到这边 就负 A乘负 二分之第一 加B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正二分之第一 就是这里 它是等于V0 这个X就用这个带 且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得A是等于这个 2V0 over D B是零 然后把这个AB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得到电位是这个值 没有孔的时候 没有小孔的时候 电位是这样子的 所以电位是 往X方向 X方向越高的话 电位越高 电位越大 所以它这个 这边 正这边负 电流密度 你知道电位 就可以求电场 有了电场 就可以求电流密度 对不对 电流密度是 Sigma C over E X EX是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乘X 于是这个就变成 负Sigma C 这个微分 对X微分就是 2V0 over D Current Density就是这个 没有消控的 没有消控的时候 没有消控的时候 它板上的总电流 总电流 它现在是 这么流过来 对不对 流过来 J.da J.da 那它是什么 J.da DA 就是我们这里 随便取一个 面积 面积基数 面积基数 我这里是把它取成正方向 事实上 我们应该取负方向 它跟J同方向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电流 得到电流 电流 电流的值 我们就用正的 它就是高电位到低电位 不过你现在取正的 也没关系 那 这个是 这个道的这个 那就变成 Fu Sigma C 2V0 over D 称DA 这个是常数 提出来 DA的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 接面 接面就是 长 这个 宽层上 厚度 Bt 层Bt 这就是总电流 电阻 电阻 电阻从这里流过来 它的电阻是什么呢 电阻就等于 这两端的Voltage 这两端的Voltage 被这个 被 被 挨来 除 我们现在就说 这边的电位是 这两边的电位差 负V 减掉 正V0 负V0 减正V0 那R就等于这个 这两个相见 被这个 除就是这个 然后 B乘D是A 所以 整个 基本上的电阻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把 没有孔的时候 这个字求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看 有孔 板上有小孔的时候 电位Row 电位呢 它跟Row 就是半径 跟Five 没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 跟Row 跟Five 有关 就是说 你距离它多远 还有 跟X的夹角是多大 夹角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电位就不一样 跟这两个有关 那跟这个 Z无关 我们用圆柱坐标 就是跟Z无关 如果只跟这两个 变数有关的话 Laplace Equation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通解 我们讲过它的通解 通解 通解就是这个字 这要记起来 那这个是N等于1 到无穷大 这一部分就是N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都能加进来 好 现在我们要决定 它这些常数 这些常数呢 我们就用边界条件 来决定这些常数 在小孔以外的区域 因为它的半径 远小于低 也远小于B 所以电位 在靠近边端的地方 靠近这个地方 它的电位的值呢 应该跟原来的差不多 这就好像说 我们原来以前讲过 原来有电厂是均匀的话 你突然把一个 均匀的原柱体 摆在这里 倒底这里 周围的电厂会变 但远处的电厂都保持一定 还是保持 不会受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电位靠近很远的地方 尤其靠近这个边 边端的地方 就跟没有小孔的时候 非常的相近 也就是说 小孔外的区域 在Row 区域二分之A 这个是D了 不是A 我这个弄太上去了 这是D 从这里到这里是D 二分之D 就是这个地方 那 Potential Potential 应该就是跟原来没有小孔的时候差不多 X 这个投影是X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Row Sign Phi 好 这个是一般式子 那么我们现在把边界条件带进来 当Row等于二分之第一的时候 Row等于二分之第一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 这个Row是二分之第一 Row等于二分之第一在哪里 在边边 在边边的电位就是V零 那么比照这两个 我们就发现了 比照这两个 我们就发现 电位的通解中 你看这个 这是一般的通解 它只有Cos Phi 没有Cos Phi 所以不含有Sign Phi 就是这个 这个都不含有 不含有 Cos Phi中呢 只有Cos Phi存在 只有它的时候 就是N等于一的时候存在 这个也 这个也不存在 因为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小孔外的区域 它的Row Phi 就是任意的 这个Row 就是它的半径的方向是Row Theta 应该是Row Phi 这是打错了 Row Phi 应该是等于 这个值 为什么等于这个值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 只能有Cos Phi 不可以有Sign Phi 所以Sign Phi就拿掉了 Sign Phi拿掉了 它可以 只有Cos 只有Cos Cos就是N等于一了 零可以存在 N等于零的话 N等于零 那么 就是A零 这里A零存在 A零存在 然后A温 Cos这个字 温 温就是这个字 然后 这一项 Cosin Phi是存在 对不对 但是这个Row 我们说这个 这个时候 零的时候 这一项不能存在 它 它现在是在这个小孔外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零 Row不可能是零 但是N等于零的话 这个就是等于一了 等于一 那这一项 这一项 就是 N等于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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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Row分子 Cosin Phi Cosin Phi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Row大于 等于 Ata的时候 Row大于 等于这个Ata的时候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或者这个值 它现在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说 Row Cosin Theta 我们又改成X 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 也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把边界二 边界条件 V0带到这个 这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这个边界条件 带进来 当这个等于二分之第一的时候 二分之第一的时候 这是等于V0 因此这个二分之第一 X就是二分之第一了 这个 Row 二分之第一 这个要等于V0 等于V0呢 我们可以比较这两个 这两边 所以A0就等于V0 OK 然后 不是A0是等于零的 我说错了 这个是等于这一项 这个等于 这个等于这个 两边多相似相等 等于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用另外的一个 边界字来决定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用X 也可以用这个字 好 那么 再重写 这是重写这边的 在小于这个区域呢 小于A的这个区域 Current density等于零 因为它是个孔 不是导体 好 这个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是它的边界 边界的地方 我们说过 Current density的 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Rho等于A的地方 Rho等于A的地方 那么 里面的Current density 跟外面的Current density 它的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里头是零 所以外头一定也是零 OK 里头是零 所以外面也是零 因此呢 这个J Normal Component 这个意思就是说 J就等于零就对了 在这个表面的地方 就是界面的地方 所以J等于复兴 C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ho 这是E 这是E 电场 但是Rho要等于A 这个要等于零 那我们就把这个V带进来 对这个做 偏微分再把这个带进去 那就是Fu Sigma C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ho V就是这个 over partial Rho 这个partial Rho就是零了 所以不写它 Rho等于N等于零 那么这个带进来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你现在微分一次嘛 就比如2V0D cos theta 这个呢 就变成Fu Fu的A1 cos phi over Rho平方 Rho平方就是A的平方 这个要等于零 所以从这里解出 A1 prime等于这个 A1 prime解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全部的这个 potential把它写出来 你把这个带进来 A1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 到底平面 的电位 就是这个值 到底平面的电位 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立体 这个立体就是说 一个半径为R的 导体球 它的conductivity 是等于这个 Electric conductivity 到底球 摆在有均匀 电流密度 这个外面有均匀的电流密度 J是等于J0Z 电导率 就是这个地方 那 Electric conductivity 是Sigma C2 现在要问 球里头跟球外面 随便找一点 它的电位是多少 电场是什么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是什么 你的Fi是多少 J还是这个值 OK 不管你的这个 它只跟R有关系 跟R有关系 因为都是均匀的 你离这里蛮远的地方 就是说你到底就不在 我随便找个中心 因为这个都是均匀的 所以它跟R 只跟R有关系 跟Sita没有关系 跟Fi也没有关系 所以它只是一个R的函数 所以它的 它的这个 所以它的这个 Laplace equation Laplace equation 现在 如果你摆一个球的话 摆一个球在这里 刚刚没有球 整个都是均匀的 整个均匀的 那现在有球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只是Fi 这个方向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整个面 整个面上去 所以它只是跟Fi无关 它跟Sita 会有关系 你跟R呢 也会有关系 因为你这个 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 它的这个距离 跟R有关 你在这里 跟在这里 跟在这里 你靠近这个地方的话 靠近这里 那这个Current density 就不一样 远一点都一样了 靠近这里就不一样 所以它只跟R跟Sita有关 那于是这个施子 就变成这样的施子 变成这样的施子 以后 我们就说 这个通解 我们已经用过了 用这个通解来解 我们就要决定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由边界条件来决定 我们现在用哪些边界条件呢 就是电位相连续 电位相连续 电位相连续 就是里头的电位 跟外头的电位 在这个边界的地方 要相连续 就是R等于大R的时候 要相连续 电流的 法线方向 相连续 我们讲过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的法线方向 相连续 那这个 电流密度 就是Sigma C1 这个就是E1 E in 这个就是E out 里头 E in 就是等于负的 partial V in over partial R 这E out 就是负 partial V out over partial R 负号缺掉 就是这样子 还有 在很远的地方 距离在很远的地方 它的Current Density呢 那就是只有 就跟这个一样了 就是常数了 方向是朝那里去 这是大小的 就是一个定值了 就是定值了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 好 现在我们假设 球面的电位是 V0 但无穷 在比较远一点的区域呢 电位呢 就是这个字 V0-ER Current Sita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电位 我们确实可以写成什么呢 E dot DL 从R到这一点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从大R到这个地方 大R的地方是V0 小R的地方就是 就是这样 E dot DL 就是 就是 等于什么呢 电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就是E乘上R 乘上Cos Theta 那这个 其实我们前面都用过 我就不再 有一个立体我导出来过 现在我们就直接用它 那么这个地方的E 就等于 J0 over Sigma C2 这个是外面 无限 就是 远大于大R的地方 这个E要用外面的电场 这是外面的电场 由这个 我们把它 由这个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距离这个球蛮远的地方 电位是这个 而通节是这个 那么 比照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就发现了 将来你 这二都蛮远的时候 这个值要等于这个值的话 那这个多像式 两边都是多像式 相等的话 对应的系数要相等 所以一比照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个常数 那就是 L等于零的地方 L等于零 这个存在 还有 Cosan Theta就表示 这个L等于E P1 Cosan Theta 这个 The Gender Polynomial 这个等于 Cosan Theta 所以只有L等于零 跟L等于E 这个像式存在 在球内呢 我们来看 这个值 通节 球外球内都可以用 球内的话 因为它的R可以趋于零 趋于零的话呢 这个变成零 这就变无穷大 所以不可以 电位必须是有限值 所以 这一项必须要等于零 BL要等于零 所以 在里头的话呢 就是 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了 因为 你这一项不存在 那只有这个 乘这个 那 L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A零 L等于零 就是E 这是E 就是A零 L等于E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不存在 就是 A1R Cosan Theta 这是B是 好 再 我们看 距离 是球外 距离这个 R 蛮远的地方 那么 通解中 不得含有 就是说你这个 L等于2也不行 那就是 因为 这地方 R就是等于1 你R不可以等于 等于2以上 L顶多只能等于1 0也可以 1也可以 所以它就是B零 然后 这个 1 本来我们真的是写A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A 那我们就 把这个就用另外一个常数 这等于1就是B1R Cosan Theta 然后这个 这个不是0 因为 这个只是相当大而已 所以L等于1 就是R平方 B2 Cosan Theta 这是1 Cosan Theta 我们就有 B C 球内跟球外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将边界条件 这个式子 带入 R大 远大大R这个字 那这个就是 我们 原来就告诉我们 在很远的地方 V本来就是这个值 这个要等于这个 我们说 这个值 现在我们可以 画成这个值 为什么呢 因为R 比大R大很多 那比大R大很多的话 这个变成很大 R平方更大 那这个就是小了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 一比较 这一项比这个要小很多 那我们就neglect它 就只剩下这两项 那么它要等于这个值 这就是它给我们的原来这个 军援的电场 大很多的时候 它的potential是这个 一比较这个 我们就知道 B0要等于V0 B1要等于这个值 然后 这两个球出来了 然后再有V因等于Vout 在球面 里头的电位 等于外头的电位 那就是这个值 要等于外头的电位 外头的电位 好 那么 我们比较了一下的话 我们知道 A0要等于V0 A1 A1 就是这一项要等于这两项 是和 大家都把Korsasita曰掉的话 A1就等于这个值 所以现在A0也有了 所以现在A0也有了 A1也有了 那B0也有了 B1也有了 那我们 这个都有了 我们就可以把V因等于这个值 把A0带进来 A1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 Vout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把B0带进来 B1带进来 还有一个 B2 B2还不知道 现在B2还不知道 B2不知道 我们还要有一个关系 才能求它 什么关系呢 就是用 导体界面 两个到底的界面 Current Density的Normal Component 相等 那就把Sigma C1 这个 对R做偏微分 R等于大R 要等于 这个 对R做偏微分 2等于 小R等于大R 我们从这里 就知道 这个微分以后 这个微分以后 变成这个 这个微分以后 变成这项 第一项都没有了 这个R 微分掉了 就是 这个P5 成Posan Sita Posan Sita 等于跟这边Posan Sita 跃掉 这边R 它就是 J0 over Sigma 2 这个就变成 负2 R三次方 分之这个 就是这个 等于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有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就可以结束B2 B2等于这个 好 现在 所有的 常数都知道了 我们知道 A1跟B2 有这个关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B2带进来 A1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我们画一画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画一画 通分 画一画 就变成这个 A1变成这个 这个我就不仔细去画了 你把它通分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R三次方 约掉了 所以 里头的电位 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 你可以把 R cos theta 用Z来表示 Vout Vout 就是这个 把常数都带进来 那么这个等于 我们可以把 把这个 因为大家都有 cos theta 那我通通都把这个 J0 Sigma C2 R cos theta 提出来 这里它称到R 这里就变成R三次方便 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 Vout 就是这个值 OK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电场 你有了电位 那电场就是等于 Full Gradient V 那么Vin 就是 Vin是这个 做一个 Gradient 这就变成Full的 Z Partial Z over Partial Z 当然这个 Vin等于0 夫妇的正 里头的电场 是这个值 外头的电场 也是一样 你把外头的电场 带进来 这个微分是0 那只有这个微分 所以它就变成 变成这样的一个字 Partial Z 那就是 这个不要 就是 剩下这个 这就是电场 电流密度 你有了这个 里头的电场 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 有J In 等于Full的 SigmaC1 分之EIn E就等于Full Sigma1 分之EIn 然后EIn 等于Full的 Gradient的 VIn 那我们把 VIn带进来 VIn带进来 然后等一等 对Z来做一个 片位分 这个就是 Current Density 球里头的 Current Density 球外头的话 是这个值 Vout 那我们把这个 外头这个 这个就是 距离球 还不是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它就是 题目告诉我们 那个均匀 电流密度 那么在这个 球的附近 用Vout 用Vout带进去 对 Z 做偏微分 这个是零 于是它就变成 这个值 这个就是 电流密度 OK 好 我们 再看一个 立体 这是一个 四分之一 大小的 垫圈 垫圈 这边是一个 washer 它是一个 圆的 这只有四分之一 它的后是H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后 是H 内半径是A 外半径是B 也就是 内外半径差时 对于H 好 电流呢 从一端 到另外一端 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是从这里流到这里 它告诉你 电流的方向 为你这个 电圈的电阻 是多大 那你要求电阻的话 我们比如欧姆定律 它是V of I V of R V of I 没错 V of I 那你就 这个时候V呢 它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可以假设 一边是V 零 一边是零 就是两个 两个电位差 电位差就是 就是V了 我们假设一个是V V零 这个是零 电位差是这个样子 好 那电位差有了 那电 电阻 你就要求什么呢 就这个电流 就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呢 求电流 你知道这个电位差 比如说是V零 电流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就看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当中任何一点 它的电厂求出来 电厂求出来以后 你就知道它的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知道就知道电流 电流知道 那就结出来了 V零 V零 over I 就是电阻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 求这个一 求一的话呢 我们就从其他的电位来看 我们是假设这个电位是V零 这个电位等于零的话 这当中的电位是什么 我们说 我们所看的状况就是 如果电流是一个稳态的话 稳态的话 导体可以用 我们借电值里头的这个 或者真空里面的这个 Laplace equation 关系也可以用 好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式子来解 我们先假设 两端的电位 X等于零就是这个地方 电位是V零 Y等于零就是这个地方 电位等于零 于是我们就把这边界条件写出来 V等于零 当Phi Phi从这里开始 Phi等于零的时候 V等于V零就是Phi的二分之π的时候 好 那这个时候它的电位 只跟Phi有关 因为 在同一个Phi的地方 不管你的半径 不管你的内外半径是多大 也不管你的厚度是多大 就是说你这个面在哪里都不管 就是整个界面 Phi知道了 在Phi这个界面上面 Potential都是定值 所以它只有一个component 所以它只有一个component 就是这个 解这个 这个微分两次 我们就可以得到V等于这个值 把边界条件带进来 Phi等于零 Phi等于零 Phi等于二分之π Phi等于V零 我们解这两个式子 就解的C1是等于2 V零 over Pi C2是零 所以电位方程就是这个 电位方程知道了 电位方程知道了 你就可以去电场 电场就等于负的gradient的V 所以电流就等于 Sigma乘上E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 gradient的V是等于 Rot分之一 Partial over Partial Phi 这是Phi component 它的方向是 是向Fhi的方向 你把这个微分 它就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current density 有了current density 你就可以去电流 对不对 用这样Dot起来 J等于这个 DA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界面 取一个面积的基数 面积的基数 这边长是H 然后这个厚度 是D rho 方向我们取得跟 current density一样 也是这个方向 Full Rho的方向 Full Phi的方向 于是I就等于 current density 这个 成像DA 就D rho over Rho在里面 其他这个长寿 这个乘上H 都在外面 这个积分就是 2Sigma V0H over Pi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于是电阻 就等于V0 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被I除 就是这个值 电阻就是这个值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就是这个半球体 这是个导体 半球是A 它埋在这个地下 半球 这个地面是一个不良导体 也是个导体 不良导体 如果我们这里有电流 supply 给这个半导体球 那电流就会从这个地方 往地下流出去 我们现在要问 地下任何一点 它电厂是多大 求这个系统 就这个电流 这个系统就是 无限大的一个地下 它的电阻是多大 假如有一个人 他穿着鞋子 绝缘不好 或者他打赤脚 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地面 有没有危险 两个脚分开 站在这个地面 有没有危险 那现在我们就 根据这个导体的特性 电流从这里进来 电流密度要从这里流出去 我们说过 电流密度从良导体到不良导体 这个电流密度 一定跟这个良导体的 这个表面要垂直 也就是说它是在半径的方向 半径的方向 这也是半径的方向 出来以后 因为这都是均匀的 所以也是半径的方向 所以电流密度是因为 半径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把电流密度 写成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 我们要问 半导体球面 就是半球面 Current density是多少 我们就从电流等于 跟Current density的关系 因为你在这个上面 取一个DA 方向是Row的方向 半径的方向 J也是Row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同方向 就是J称DA 那J是个常数 因为这个对称的 没有理由说哪里比较大 哪里比较小 J是常数提出来 就是GDA的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这个半球面的面积 这个半球面的面积 第二就是Row的平方 J 好 J的J就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 把这个J带到这里来 就得J Current density 它的向量是等于这个 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那这个J 这个Row 是随便我们取一个地方 Row取在这里 也是这样 取在这里也是 这里的Row就是A 取在这里 反正就是一个 因为它的 Current density 跟这个也垂直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的 Current density 就是这个 然后电场 跟Current density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欧姆定理 就等于这个字 把J带进来 这就是它的电场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地面 地下这个 这个系统 它的电阻 电阻 我们就 看这个V0 加定这个是V0 加定这个是V0 就是假设半导地球的球面 电位是V0 无穷远处一定是0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电位 V等于E dot DL 如果是表面上的 这个位置 它就是从球面到R 那么把球面的 因为这两个是 这DOT以后就变成E D乘上D Rho DL在电场的方向 它的分量就是D rho 等于这个字 然后把这个提出来 Rho I over two pi Sigma提出来 Rho平方的积分 就等于 负Rho分之一 把这两个带进来 就变成A分之一 所以V0是等于 这个 I也有了 I就是原来这个I 所以电阻就是V0 V0 over I 电阻是什么大 电阻是什么大 那距离球星 Rho远处 跟距离球星Rho 加DefaRho远处 的电位差是什么 求这个电位差 因为我们现在两个脚 分开站 所以两个脚站的地方 会有一个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 那我们就可以用 也是1 多了这个 也是用这个式子 就是1乘上Dho 不过它现在不是从A到0 从Rho到Rho加Dho Rho到Rho加Dho Rho到Rho加Dho 就是这个积分 把这个带进去 现在就变成这个 三下线搭进去 变成这样子的值 这个积分 然后通分一下 变成这个 DV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式子 有了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看看 这个人如果 他的鞋子 绝缘不好 有没有危险 那当然我们就先假设了 假设电流是1000安培 大D 就是这个电导率 SigmaC 这个很小 10的负2脂肪 Siemens per meter 一个人 一个人站在Rho等于1米的地方 这里 跟这里距离是1米 然后两个脚张开 是0.75米 两个脚的电压 就用这个带 1000安培 这是0.75 2π Sigma 2π Sigma 这是-2 我写错了 这是-2之方 这是-2之方 然后这个是 Rho Rho 加D Rho Rho 加D Rho 等于 把这个字 带倒进来 这是1米 这就是1加0.75 6,820伏特 你说有没有危险 两个脚的电压 是这么大的时候 那当然有危险 当然有危险 所以我们要从事这个 有电流的 这个电厂分布的地方 那你这个鞋子一定要绝缘要做好 要把绝缘做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好 这个例题是说 两个半径都是A的 这个导体 金属导体 它埋在地面上 它的 有两根电线 一个从这里进去 一个从这里出来 电流从这里进去 然后经过地面 从这些传达过来 从这里出去 然后这两个球体 分别带来 就是我们让它的电位 因为它是个导体 等电位 V1跟V2 电流从这个电极进去 然后从这个电极流出来 那我们要求这个系统 它的电柱是什么 由于这个电极啊 它是高电导率的导体 它的Electric Conductivity 非常高 所以它是一个Good Conductor 而地下面这个地方 Sigma C是属于不良导体 虽然它是导体 它是不良导体 所以根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电流密度 从凉导体 流到不良导体 一定是跟这个导体表面要垂直 这流进去的 跟导体表面要垂直 那以后呢 垂直以后 我们看到 你随便画一个半径 Role的半径 这个Current Density 也是从这里出来 半径 远半径的方向 而且是一个均匀的 因为它是导体 均匀分布的 电流密度均匀分布 那这个呢 你画一个半径为 第一减柔的一个半径的半球 那从这里装进去的 电流密度 也一定是一个均匀的 J2 因为它到这里以后 也是要跟这个导体表面垂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求 这个系统的电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 你求电阻 我们如果用欧姆定律的话 那你要 你要知道这个 欧姆定律 你要知道电流 被这个 就是电压 被电流来除 这个电压 V1 V2 电压多少 被电流来除 但是V1 V2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要求V1 V2 那V1 V2怎么求呢 我们就是用电厂的积分来求 等位提嘛 等位提嘛 电厂在这里嘛 我们用J1 J1从这里到这里 到第二 从这里到这里 积分 就是电厂 电厂 从这里积分 就是电位 电位差 他知道了以后 你就可以求 可以求这个 电阻 现在我们来看 I I是这边输入的电流 它整个输入的电流 它从这里已经到稳态了 它这里进来多少 任何一个表面 出去的电流就要多少 所以说 进来的是I1 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去的 就是J1.DA 你只要画半球面 应该都一样 这是J1 J2是怎么样 J2就是从这里进去的 因为从这里出来 留到这里去嘛 你用这个做也可以 用这个做也可以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好了 因为J1是一个均匀的 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是个常数 而且J1跟DA1要平行 因为它是出来都是跟这个表面垂直 DA就是跟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所以这J1跟DA1是同方向 所以你把J提出来 DA1的积分就是这个 半球面的面积 整个球面是四排R平方 一半就是J1 一半就是J1 二排R平方 你用这个做的话 也可以 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J2拿出来 这个半径 是D减R 二排DR P点的电流密度 流出来的 就是等于I 被这个面积来处 二排R平方 流进去的 就是I 被二排 这个半径的平方来处 这是电流密度 好 现在我们看电场 P点的电场 根据欧姆定律是这个 那它就是J J1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被这个足 多一个这个 分母多一个这个 二电级的电位差 就是从这个积分 那因为E1 也是R的方向 DL也是R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同方向 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常数拿出来 这个积分就是 负R分之一 积分从A到DA D-A 那它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带进去就是 这个 通飞以后变成这个值 那我们 问题是 当这个半径 不是 当这个 这个A就是这个导体球 半球的半径 就是电极的半径 这R就是在地面 当地面传得相当远的时候 R远大于A R远大于A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 D约掉 这个值 这个值 就是低远大于A 还在这里 那这个 这个值在这个很大的值面前 给慢慢呼呼就不要了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两个 当作差不多 就约掉了 那就变成这个值 系统的电阻 就是V 1-2 Over-A 就等于这么大 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电阻 这个电位差 我们刚刚是从E1来算 它也可以从E2来算 结果是一样的 啊